欢迎回来 这个是1.20.5的R4W09A 这一次首先是在生物方面 这个新生物已经有了这个中文名字 叫做爪孩 它这个材质现在改成了 蘑菇都是凸出来的 用剪刀对它右键 就可以让它掉落两个蘑菇 有可能是红的 也可能是灰的 方块和物品方面 这次修改了风淡的一些数据 让它的这个随机的半径变得更小了 使用它来进行一些跑酷操作 或者是减少掉落伤害 就会更精准了 并且还修复了用指令生成的风淡 永远不会消失的bug 这一次还把狼凯进行了大改 现在狼凯跟皮甲一样 可以进行多重染色 然后染上的色可以用装水的炼热锅给洗掉 狼在劈上狼凯之后 所有的非窒息类的伤害 都是会被这个狼凯给歼免掉了 在受到攻击或者是被爆炸物炸的时候 它只会掉狼凯的耐久 而不是掉狼的血 狼凯在掉耐久之后 它会显示出来列文 然后来提示你赶紧修它 修它的方法就是用这个球鱼甲 对着它右键就行了 就可以把它给修好 或者是给它拿下来在铁针上敲也行 用铁针也可以给它敲像耐久 经验修补之类的附魔了 但是经验修补的附魔只能玩家拿在手里才能进行经验修补 狼穿在身上是没法进行经验修补的 游戏机制方面 现在有药水效果的剑射出之后 它过30秒就会正常的失去 剑上的所有的药水效果 就像这样 现在弓和弩它们之间的附魔可以互通了 比如说把弓给敲上一个multi shot的附魔 咱就可以一下射出三法键 但是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bug 因为官方的更新日誌里面说的是 需要用这个数据更改 或者是改变enchant table的标签才行 但是我这边是实际上用铁针附魔就实现了 看他们下个版本改不改吧 如果不改的话那就真的挺不错的 用户界面方面 这一次对UI又一次进行了大改 在游戏内界面去打开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是会把游戏给模糊化 而不是之前的变暗 如果是退出游戏 它就是在各个界面都会有背景的全景图片在这旋转 但是在游戏内打开物品的UI的话 还是会背景变暗 模糊效果是在辅助功能设置加入了一个新的选项 通过这个可以改变它的模糊度 打败墨影龙之后墨地之师的显示界面 背景会有墨地传送门的效果 他们还把各个界面的标题和按钮布局的更加合理了 现在在单机游戏里面 如果在区块存储的时候有问题的话 会显示一个警告弹窗 在加入单机游戏之后 自己的硬盘只有小于64兆的时候 也会显示一个警告弹窗 继续玩下去的话 这个警告弹窗会隔一段时间显示一次 这一次重新做UI之后 就修复了一大堆按钮 在不同语言被挤得到这个整个界面下方 看不到 还有一些列表渲染的大小不对 用鼠标没法拉一些滚动条 社交互动 举报别人的界面 搜索栏不是默认选中状态 这些bug 视觉效果方面 这一次又一次更新了宝库的材质 让它跟试炼刷怪龙的区别更大 还把使用过火焰抗性的药水之后 进到岩浆里面的这个迷雾效果 改的跟机游版的一致了 不像之前那么浓了 这一次还把自然猫的版本更新到了28 上一次26 这一次就28了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中间还有个27 27是关于这个朗凯的一些变动 28是关于UI的变动 声音方面 熄灭蜡烛的时候的字幕 现在改成了正确的 Candle Distinguished蜡烛被熄灭 之前版本是火焰被熄灭 只能看代码方面 这一次把数据包罗版本更新到了33 加入了一个新的标签 叫Bipassist Wolf Armor 凡是不会被兰凯给阻挡的伤害 是会被填上这个标签 这一次还把成组的物品的 没有结构化的NBT数据 给替换为了结构化的组件 他们做这个目的 一是要减少这些游戏的卡顿 减少之前 因为玩家身上27个格 填满装满不同物品的打捆包 或者是前引盒的时候 会造成游戏卡顿的bug 还有漏斗在吸物品的时候 会在退出游戏之后 还使这个存档站在内存里面 直到新存档的漏斗吸新物品 才能把老存档从内存里面完全卸掉的bug 他们的第二个目的是让物品属性 在指令和数据包之中更好识别 整个做这个东西会破坏好多地图和数据包 但是他们说这一次大改之后 给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以后就不会再有那种 会破坏现有数据包和地图的更改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好了 这一次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 现在在单机游戏里面 如果在存储 如果在 如果在区块存储的时候 有问题的话 会显示一个弹窗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